各位早安 我是大行 那這一集我們稍微來講一下伊甸元的終極武器 這一集本來是要放在上一集取得與介紹那邊 但是那片篇幅有點太長了 怕觀眾一次吸收太多內容會有點思考疲乏 所以我就另外分了一集出來 那這一集終極武器其實不算太重要 就是二轉到三轉時期練功用的武器啦 當然擴充職業只會經歷一段 但是一般六大職業會轉身 所以有兩段 這邊我就稍微總結一下吧 就是這個終極武器的強度啊 其實已經贏過大部分同時期的武器了 當然那些什麼加石插卡的飛鴻武器 或是灰燼紙環的套裝武器的這些是贏不了的 不過我覺得也綽綽有餘了啦 所以這一集對於老玩家來說可能沒有什麼用 就純粹指引一下新手的選擇方向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看官網的終極武器列表吧 好 終極就是二轉啦 但是貓不用轉職 所以貓是直接拿 那如果你要拿的話需要二轉完才能拿 而且終極的武器有給一些技能傷害 如果一開始不知道怎麼上手的朋友 可以照他上面給的技能來點 一般來說都是可以順順練上去的 像騎士他就給怪物護擊 或是連刺攻擊 因為一個職業有兩把 那十字軍也是有兩把 看你要走物理還是法系 如果是物理的話就選擇聖十字攻擊這一把 那如果未來要成為法皇 就可以點這個聖十字審判有沒有 這招練功也是蠻好玩的啦 接下來鐵匠 鐵匠的話他的武器攻擊力沒有特別高 他有點弱勢 就是通常鐵匠的武器攻擊力都會特別高啦 然後他也沒有給特別的技能 他就給禁傷 通常鐵匠的輔助技能放一放 然後普攻就很痛了 所以他可能就是因為這樣才給禁傷吧 那下一把是給手推車攻擊 他也是給禁傷 所以我推薦這一把 因為下一把是給爆傷 那這一把有技能傷害 所以你要普攻或是用手推車攻擊都很不錯 而且手推車攻擊的倍率不算低 再加上近年來有開放幾張卡片 他有增加手推車攻擊的倍率 所以這一招也是很好玩啦 練功應該不難 那煉金也是 因為同樣都是商人系 同樣都有手推車 那這個一樣 只是他變成了常見這樣 那下一把煉金的武器是錘子 然後他給的是強酸攻擊 要消耗一個鹽酸瓶 所以他是一個消耗性很大的 那你等級升上去之前 你可能就先破產了這樣 超級不推薦喔 還不如用金錢攻擊呢 然後是刺客 這一把他給的是也是CRI跟爆傷 我覺得三轉前CRI跟爆傷實在是沒有什麼用啦 我是比較推下一把 刺客 一般來說就是用音速投擲來升級 那這一把聽說很厲害 傷害高有沒有 180 然後他又有加音速投擲的傷害 然後又加命中 因為音速投擲不吃爆傷 他就是吃命中的 這把應該可以很順的練到三轉 那來看流氓 他給的是被刺跟潛擊 被刺的倍率非常高 他用短劍的話好像又有兩倍 然後我忘記在哪一次的改版 好像被刺不用一直繞到背後了 但是因為太久沒有玩流氓了 所以我沒有很確定齁 另一個是弓 就是要走弓系的流氓 然後他增加的是二連死的傷害 那這一把還不錯啦 因為弓的攻擊力其實都偏低 所以這一把給了180 算是非常高喔 然後二連死又增加這麼多% 又增加遠傷 再搭配箭矢他可以用屬性 那其實用二連死就可以順利的練到三轉 有機會可以玩一下 下一把 巫師 他用的是暴風旋雲之術 然後90等以上又加另外兩招 這真的是 要嘛就一次四招嘛 而且這一些基本上不太會在三轉前用啦 可能崩裂術會用一下 那其他三招就比較少用到 反正我們練功就是練到十波延波嘛 再來就是火二 火二可能用得到暴風雪 或是下一把 雷鳴術 雷鳴術的傷害也是很不錯 而且他唱蠻快的 但是他需要固有 沒關係 他的套狀有給固有 不過要論傷害的話 其實 飛紅色雙手杖會高一點 至少他有兩個洞 而且他依據紀念值他有額外再增加MATK 但是免費的嘛 不用白不用啦 再來是賢者 賢者超偏心的有沒有 你看他這個只給了一招 崩裂術 上面巫師 巫師給四招 喔對阿這個給20%而已 這個也才給25% 這沒有用耶 賢者嘛 他其實也沒有什麼技能可以練啊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兵劍術火箭術 然後再來是崩裂術 崩裂術在以前的話是 拖怪火牆然後放崩裂可以清比較多的怪 現在可能就是一樣兵劍火箭吧 那賢者比較好的地方是他的下一個武器 就是給兵劍跟火箭的傷害 但是這一把看起來就像是自動練咒的賢者在玩的 恩沒關係 我們一樣可以拿來正常的練功齁 來看下一把 十字驅魔 一般不會有祭司在用十字驅魔練功的啦 轉身前還好 轉身前可以亂點 但是轉身後 十字驅魔的前置太多了 可能歐哥主教就只會點到一等這樣 所以不會用這招練 那另一把就是 物理的 喔 暴墓 天啊我覺得祭司跟神官還是用火球術練上來就好了 至少比那個十字驅魔好 那 武道家嘛 武道家我是沒有玩啦 但是這些技能都看過啦 連環全身長 猛龍跨牆 跨一下 感覺就很厲害 那有玩武道家的再去研究一下這個到底 好不好用 喔 對還有彈指神通也是常看到 可是印象中要唱很久呢 我也忘記了 記憶久遠 那拳套的攻擊力也是蠻高的 我記得初期拳套好像就給100出頭吧 就沒有很高 所以這個應該還是不錯的啦 下一把 伊甸園獵人弓 他給的是遠傷劍與惡連石 這個跟剛剛的流氓弓差不多 然後轉職送的獵人之弓 攻擊力只有125 但是這一把有180 你們就知道180這個數字是多高了 好像伊甸園送的終結武器普遍攻擊力都偏高 雖然他沒有動 但是他基礎攻擊力非常高 就可以彌補這一點 不過轉職送的獵人之弓可以搭配獵殺箭矢 有增加50%的遠距離傷害 那這一把應該是比不過轉職送的那一把啦 但是獵殺箭矢還要另外買 如果是新手的話我覺得這一把就很夠用了 那下一把閃電衝擊電影突襲 好這兩招已經變成時代的眼淚了 再見 接下來是獅武齁 我這邊強烈建議獅人跟五娘不要拿弓 獅人五娘拿樂器或鞭子的話 有專屬的攻擊技能 就是這個啦 樂器攻擊跟殘劍投擲 這兩招他的傷害非常高 他跟二連死的效果幾乎是一樣的 但是他的距離遠非常多 而且他的倍率比二連死還要高 那再加上他這邊有給予樂器攻擊的增傷 所以十五就拿樂器跟鞭子就對了 再來看忍者 那這一把應該是給法忍的 他加MATK180然後減便有 還有基本的技能都有增傷 如果是挑隊練功區的話 針對這些屬性的魔法攻擊就可以順順的練上去 那另一個應該是物理忍者 用頭子飛到在練功 他攻擊力一樣有180非常的高 不過我沒有玩過誤忍啦 那應該也是蠻好用的啦 哎呦然後職業那麼多 我怎麼可能全部都玩過 你看槍手我也沒有玩過 可是這些技能都是耳熟能詳的 五連擊亡命之徒有沒有 大家都說要用這兩招練 然後百步穿陽就 沒有聽過 所以應該是上一把比較好啦 再來是全聖齁 全聖雖然已經轉全聖了 但是技能還是在 跆拳少年 好 好一個 給一轉職業的傷害啊 我的天 雖然我有一隻200等的全聖啦 但是我已經忘記我怎麼練上來了 好像是他可以記錄怪物然後記錄場所 就可以增加特定怪物的傷害 但是在成為全晃之前 他是不能取消的 所以場所跟怪物的紀錄要慎選 那這個我就沒有什麼好評論了 大概就是這樣 好下一個 物靈寺 他給CRI跟爆傷耶 那現在物理流派的物靈寺已經消失了 所以我還是比較推第二把啦 如果你要用物理的方式練上去的話 那其他裝都要改物理裝 傷害好像也不會太低啦 但是數值不會點STR 但這些都只是初期而已 後期還是要轉成法系啦 所以看你要當個尻尻的還是當個杖杖的 二選一啦 好下一把 這一把是小雞卓吉喵主的齁 那小雞貓在100等之前沒有換蚯蚓 小雞卓吉的倍率就不會被撐到很高 所以這邊就可以增傷增蠻多的 再加上他的武器攻擊力 齁!160耶 非常高耶 初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啦 而且喵主的需求經驗比較少 他可以升的比較快一點 下一把 嗯...貓破合運石 他的固勇要3秒啊 3秒耶 天啊 如果我是法系的我寧願去弄火球套 3秒是要唱多久 唱到話也謝了我也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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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另一個呢 火箭術兵箭術雷擊術 哦 所以好練哦 其實初期只要把火箭或兵箭點到10等就蠻好練上去的啦 不過我也沒有玩超級初學者 那根據經驗大概就是這樣啦 以上就是終極武器的簡單解說了 希望各位可以順利拿到適合自己的武器 之後也會出高級武器跟影子高級異電源裝的分析 這個就比較複雜了 這是一遇到複雜的事情 我的頭就會開始痛 這些之後 我再慢慢拍吧 OK 我是大晴 我們下次見 掰掰